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章的最后一个单元 公司法的其他考点 那么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首先要把握两个特殊种类的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 紧接着要把握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相关的法律规定 然后是公司发生重大变化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定 最后是公司的解散和解散清算 好,整个单元内容非常散非常杂 不过都没有太多的理解应用要求 就是简单把握一下就可以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的复习时间非常紧张的话 这个单元我建议大家您着重把握一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合并以及解散清算的内容 其他内容可以回头再来简单看看 好,我们先来看的是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个把握一下股东资格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当然只能有一个 但是紧接着要注意 这一个股东要么是自然人 要么是法人 谈不上是合伙企业 也就是非法人组织是不能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 咱们要么是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要么是法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这两种类型 并且你这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还是法人独资的 要在营业执照中占民 好,这是第一个规定 第二个规定 我把它叫做一子绝孙政策 怎么一回事呢 看一下 一个赞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禁止他投资设立多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而且这个赞人独资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不能再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了 但是一子绝孙政策 我们只适用于赞人 法人是不是用的 我们举例子消化 你比如说王某 赞人吧 他可以投资设立一个A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没问题 但是他不可以投资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了 A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他也不可能再产生C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了 所以我们讲一子绝孙 你评评是不是 一子绝孙政策 但是这个一子绝孙政策只适用于自然人 如果我们讲公司 法人吧 讲公司 他投资设立一个A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 他同时在投资设立一个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 这个A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给他生孙子 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也完全可以给他生孙子 赞人才讲一子绝孙 法人是不讲的 这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 大家把握好 紧接着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那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他肯定不设股东会 一人有限 国有独资 这都只有一个股东 谈不上什么股东会的问题的 那股东在行使股东会职权的时候 书面行事 签字后置备于公司 可以了 关键我们要延展一下呀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是股东人数最少的有限责任公司 他可以不设董事会哦 设一名执行董事 他也可以不设监事会哦 设一只安民监事 然后他可以选设经理呀 所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他有可能股东会 这是必然的 他可以无董事会 无监事会 也无总经理 搞个CEO完全可以 好 紧接着应当年报审计 上市公司的年报应当审计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年报 也应当审计 好 递选项 法人格否认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 股东要自证财产独立 股东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 与公司的财产是相独立的 那么 法人格否认 这名股东要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 直接承担连带责任 一 自证的问题 二 连带责任的问题 好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主要把握的就是 这四个非常有特色的规定 那么这四个规定 可以揉在一起 出现小题目 没有大题 就是小题目 根据规定 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表述 正确的是 A 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了 前半句对 后半句错 B 一人公司要在公司登记中在明 自然人独资还是法人独资 这是对的 C 一人公司设立时 要求一次角度出资 没有 我们没有讲这个特殊规定 那就是按一般的 可以分析出之章程去规定 一人公司的股东 必须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场责任 没有啊 你要自证独立就不用承担啊 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 正确的是必选项 好 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的话 其实有很多问题 我们到第十章 才能够比较全面的学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首先是国有独资公司 它没有股东会的 国有自然监督管理机构 到了第十章 我们会讲 履行出资人执政机构 来行使股东会职权 并且它可以把部分职权授权给董事会去行使 好 哪些职权可以授权出去 我们第十章讲 在这里讲是片面的 不想讲 然后是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 董事会里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我们讲 董事会只有两种公司的董事会里 必须要职工代表 一国有独资公司 二两个两个以上 国有投资主体 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国有独资公司 董事会是必须要职工代表的 职工代表是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 其他呢 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的 董事长副董事长不是选举的 他是指定的 委派指定 大家关注 国有独资公司设总经理 但是总经理是董事会聘任解聘 这个其实遵守一般规则 董事会我们说聘任解聘定筹三个人 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任对断 跟基本规定一样 好 监事会 监事会成员 我们一般是大于等于三人 但国有独资公司要求大于等于五人 职工代表别利部的低于三分之一 职工代表是选举来的 非职工代表是委派来的 监事会主席是指定的 那么监事会 我们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职权 是小于普通公司的监事会职权的 主要是他没有股东会会议的问题 他没有起诉的问题 一般国有独资公司 董事高管要是犯事的话 都是检察院要介入的 不是说你监事会去起诉就能解决到 好 不说了 来看一下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简单了解 董事会编制 对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然后公司是必须每一名都编财务会计报告的 但是经不经审计 依法处理 比如说上市公司 有公开发行行为的公司 他的年报都要审计 另外就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前面讲年报要经过审计 其他的法律没有规定审计 你可你年报不经审计 不是百分之一吧 拼用解评会计事务所 上市公司是必须股东大会来决定 哪怕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他也只能建议董事会来审议 董事会审议之后 要股东大会决议 才能够聘任解聘会计事务所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支点 那除上市公司之外 其他公司的话 就是章程来规定 聘任解聘会计事务所 可以是股东会 股东大会决议 也可以是董事会决议 看章程的选择 好 紧接着 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是在章程规定期限内 受交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是年会20天之前 在召开年会的20天之前 置备于本公司 供股东查阅 有公开发行股票行为的 要公告 所以上市公司你可以去查的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考过一道单项选择题 置备于公司提前10天 选择并选项 偶尔设计 大家简单把握 然后是公司形态转换 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 变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们折合的实收股本 不得高于公司的净资产额 说净资产额是1000万 你折合的实收股本 说这是2000万 那不行 我们还是不得高于 小于等于净资产额 要不然的话就是 有点折价发行的那个意味了 你可以溢价你可以停价 但你不要折价 是这个意思 那么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 有变更后的公司成绩就可以了解 公司合并 公司合并这个点 主要是我们要知道 有法定合并 和其他可以达到吸收合并效果的并购手段之分 这个点要看到 要不然后面第七章的这个并购重组学起来会有点猫 法定合并包括两种 一种叫吸收合并 一种叫新式合并 吸收合并就大鱼吃小鱼 甲把乙给吸收合并了 变成大鱼 这叫吸收合并 然后是鱼和乙合并成饼 叫强强联合 这是新式合并 法定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式合并两种 那么我们有其他可以达到吸收合并效果的并购手段 你比如说 以现金购买资产并购 谈到甲我看中了乙的这堆厂房机器设备 跟乙谈 说来你把这堆厂房机器设备给我 然后我给你现金 这个厂房机器设备是乙的吗 所以乙把这个厂房机器设备卖给甲 甲呢给乙现金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它是一种并购呢 你站在这堆厂房机器设备的角度 本来门口挂的乙的牌子 现在挂的是假的牌子 是不是实现了假吸收合并这堆厂房机器设备 这堆资产的效果 但是法律本质来想 你要知道 这是卖厂房机器设备这堆资产的过程 所以有可能是不带过来债务的 要带过来债务要协商好 肯定会抵减一定的购买价款对断 没有协商好的情况下 我买的就是厂房机器设备 债务你以自己去处理 以你不是拿到钱了吗 你可以还你自己的债权人去 对吧 还完债权之后 你还可以分给你的股东 然后把资格解散掉吗 反正我是以现金在购买资产 经济效果上实现了吸收合并的效果 法律本质是我只是现金购买资产 那如果我拿股权购买资产吗 股权购买资产 那比如说我假发行股份给债 那你注意 一是购买了资产 二是向债发行股份了 未来债会持有假的股份 而这堆资产门口挂的假的牌子 它多了一层本质发行股份 那么要遵守发行股份的有关规定 这是你现金购买或者以股权购买 以股权购买就多了一个 一个发行股份这样的一个本质在里头 那么紧接着是以现金购买股权的并购 什么意思呢 还是假看中了债的这堆资产 那么现在它采用什么方式 它找乙的股东ABCD谈 你要直接买这些厂房机器设备 你找乙谈就行 但是假找ABCD谈 它要什么 它要ABCD持有的乙的股权 然后假给你现金 这些股东拿了现金每每走了 然后交易的结果是 假持有乙也许100%的股权 乙就是运作了这堆厂房机器设备 那我们可以假可以长期维持 乙是它的全资子公司 但纳入我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我也达到了吸收合并的效果呀 假可以再拍板一下 把乙的吸收合并了 那完全把整个机器设备套入假自己本身 实现吸收合并的效果也是OK的 这是拿现金购买 那如果我不拿现金 我假发行股份给ABCD去购买 这叫换股吸收合并对不对 那本质上就是ABCD变成假的股东 然后假持有乙的股份 然后下面乙的这堆厂房机器设备 假可以指挥上去 如此而言 多了一层发行股份的这样一个本质 只不过前面发行股份购买的是非股权性资产 下面发行股份购买的是股权性资产吧 好 其实说白了就是 怎么达到吸收合并的经济效果 不是我法律要股份解决的 你得自己体会 站在资产的角度上门口换牌子了 站在资产的角度上 它被纳入这个假的合并报表范围了 对吧 那是经济效果 你自己去考虑的 法律要求你知道 一 我这是购买了一堆机器设备 还是我这是购买了一堆股权 嗯 我有没有发行股份 那我买机器设备 买机器设备要符合的规定 买股权有买股权要符合的规定 我拿现金买 不需要考虑发行股份的规定 我要发股购买 我就得符合发行股份的有关规定 法律要求你培养出来 把交易方案分解为N个法律步骤的思维 至于说 背一下有什么吸收合并效果的并购手段 这很简单 好 不说了 主要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好 往下走 如果不是其他的并购手段 而是正儿八经办法定合并的话 签合并协议 编资产负债表和清单 编资产负债表和清单 本质上就是一个清算的过程 然后各回各家 各自做合并决议 合并决议的话 它是绝对多数通过的 所以 假要吸收合并语 假要是股份有限公司 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通过 以要是 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它是全体股东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那么 假以回去投票的时候 有股东投了反对票 不管是股份有限 还是有限责任 都可以一回购 这点很重要 然后通知债权人 这块大家简单了解就行 10天内通知 30天内公告 接到通知的 30天内要求清差 没有接到通知的 45天内要求清差 当然也可以要求提供替代担保 虽然以前考过主观题 但今年来讲 简单知道一下就行 后续 该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 该注销注销 该设立设立 你比如说 假吸收合并乙 变成大假 那么大假得变更登记 你胖了吗 小乙得注销登记 或者假乙联合 要变成丙的情况 丙是办什么 设立登记 好 这个我们简单理解 然后债权债务的成绩 假吸收合并乙 变成大假 那不管假的债务 还是乙的债务 都是假来继承的 假根以合并为 这个胖饼 那么假乙的债务 都是饼来成绩的 好理解 这是合并 分立的话 我们做个简单把握 派生分立和新受分立 假分立成假和A 这叫派生分立 假分立成A和B 这叫新受分立 那么分立决议 照样是绝对多数通过的 分立决议 如果投了反对票 不管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都是有意义回购的问题 通知公告债权人 做一个简单了解 十天内通知 三天内公告 但是合并的话 可以要求清场债务提供担保 分立没有 分立因为我们 谈到说没有约定的话 应该是承担连责任 是并存的债务承担 看到有约定约定 没有约定分立后的企业 是承担连责任的 所以分立是一种 并存的债务承担 不需要债权人同意 所以没有赋予债权人 要求清场债务 或提供担保的可能性 好 至于说 这种债权向分立后的企业 主张债权 分立时 对原企业债务有约定 并且经过认可 按约定处理 当时经过认可 等于是当时有约定的意思 没有的话就是连责任 简单了解 分立后企业之间的债务承担 也就是 假欠A钱 假分立成乙和饼 那么乙饼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对A肯定是连责 但是乙饼之间 有约定按约定 没有约定按分立时的资产比例来处理 可以简单指导一下 虽然去年考虑到单项选择题 但这一整块内容 应该来讲 今年是相被次要 我们看一下 美丽公司的股东会 做出分立决议 分立为美美和利利 非和是美丽的债权人 与美丽没有就分立后的债务达成协议 没有协议 那么美美丽利是连带责任呢 所以非和可以选择找美美 找利利 想要多少要多少 对的 非和有权要求提供担保 或者是清场债务 没有分立 我们没有赋予这个要求 我们说未来美美丽利 他们是并存债务承担 第一 美丽在做出决议后 60天内公告 10天内通知30天内公告 没有60天内公告的事情 后面讲清场的时候 你会谈到60天 这里没有 所以选择A选下 19年的时候 也有一个类似的题目 甲公司分立成以柄 根据分立协议 甲继承20% 柄继承80% 那么债权丁接到分立通知后 要求立即清场债务 那么有关说法正确的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 没有跟丁达成协议的 那么甲乙是连带责任 所以是选择C选下 好这是我们谈到的合并和分立 那么增资这里 我写是给大家写 因为基础班嘛 还是要念导一下 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把握就可以 增资有可能是原股东增资 有可能是来了新股东 那么要遵守我们前面出资的规定 你比如说拿商誉出资行吗 拿劳务出资行吗 当然不行 按出资的规定去处理 那么增资的话 董事会要拟定提出增资方案 但最终是股东会股东大会来决议的 增资它是绝对多数通过 你这有限责任公司 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你这是股份有限公司 那出席会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另外呢增资是不在意义回购的范围内的 不管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都不在意义回购的范围内 然后要定增资协议 如果涉及国有股权 可能还得经过批准 然后修改章程 然后要约去缴纳认奖或认购的股权 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提交修订后的章程 公司章程修正案等等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就行 减资 减资的具体方法可以着重关注一下 直接返还出资款或股款 减免出资或购股义务 也就是我认了好多 但是我还没交期 可以把后续部分给减免了 然后可以缩减股权或股份 缩减股权或股份 一般是因为亏损在不亏的时候才会发生 那么这是途径 途径是这个途径 但是这些都要执行减资程序才能做的 减资程序是什么呢 首先要股东会股东大会的特殊决议 绝对多数通过 并且它没有意义回购 然后债权人10天内通知30天内公告 接到通知的30天 没有接到的45天内 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提供担保 那么如果在减资时 没有向已知债权发生通知 导致债权没有机会要求清偿债务提供担保 那么减资股东基于减资取回的财产 要拿回来清偿债务 或者判令减资公司股东 在减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一定要保护债权人 那么实施减资得清算 具体财向股东支付减资的财产 调整公司的会计账目 也就是我前面讲的 虽然说减资的方式有可能直接返还股垮 或者是减免出资义务 但毕竟我们得先执行决议债权保护程序 以及清算程序之后 才能正儿八经的实施减资 这个是减资这个点上最需要大家知道的 你没有决议保护债权人 清算你就直接实施减资 那么应该是考虑这是抽逃资本 而不是减资 最后去变更工商税务登记 这个简单了解就行 其实这块我们条文有一些变动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多项选择题 下列选项中属于减资可以采取的方式的 那我们说直接返还减免义务 缩减股权或股份 对外转让不会导致减资的 对外转让的话只是股东换了 资本没有减 这个要知道 好那我们最后就是公司的解散和解散清算 别嫌烦 这一块我们还是比较容易涉及小题目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解散清算期间 公司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 我们给大家打比方说解散就是死 但实际上解散之后 我们法人资格还是有的 可以开展与解散清算有关的活动 等到注销完毕之后才消灭主体资格 那么这个点跟我们第一章 讲到法人的权力能力行为能力 是成立时同时产生 终止时同时消灭是有关系的 法人的终止 它并不是解散或者是被吊销一灭 直到时就终止 是清算完毕 注销的时候终止 是这个时候终止 所以我们一直打比方说 解散就是死了 吊销就是死了 但是它彻底人格消灭 是到注销的时候才消灭 这一点不要出错 那么清算期间 我们是只能从事跟清算有关的行为的 所以公司不再从事新的经营活动 只是处理清理公司有关的未了结事下 然后清算期间呢 是清算主负责人在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然后没有执行法定程序之前 是不能向股东进行分配的 了解 那是不是每一种解散都需要清算 不是的 因为合并分立而解散 是不需要清算的 因为合并分立是自带清算程序 你倒回去看 是不是有什么 整理资产负债表 财产清单的这套程序 它自带清算程序 所以不需要单独去执行解散清算程序 好 公司解散的原因 当然是可以考文字型的选择题了 我不给大家念你自己看 清算义务人要重点关注一下 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是董事和控股股东 这个要知道的 那待于清算这里 咱们基本规定这几条 把握一下就可以 他讲什么 讲如果没有及时去成立清算主 那么你要看还算不算得清楚 导致财产贬值流失 回损面施 但是还算得清楚的 那就赔偿 如果是你经导致无法清算的 就不是赔偿的问题了 是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除了清算义务人 有这个赔偿和连带责任的要求之外 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 造成上述情况 实际控制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该赔偿赔偿 该连带连带 好 有些情况会不构成待于清算 那么这个去年还挺重要的 今年的话我就觉得做基本把握就可以 股东说我采取了积极措施 或者是小股东 我不是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小股东如果是个企业 我没有选派人员去担任董事或者监事 我也从来没有参与经营管理 那我不构成待于清算 这个人民法院是支持的 我采取了积极措施 或者我确实想 我又不参与经营管理 我也没有去成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或者选派人员去 那我就没有这个待于清算的问题 法院支持 简单了解 另外呢 股东可以举证证明 待于清算的消极不作为 跟主要财产战策重要文件面试 无法清算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 也可以不承担待于清算的这个年代清场责任 了解 诉讼时效可以简单知道一下 债权已过诉讼时效 股东不再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OK的 但是 以待于清算为由 依法请求 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时效是 知道公司无法清算自己计算 这也简单了解就行 如果是恶意处置 解算后 清算义务人 实际控制人 恶意处置公司凯查 给公司债权造成损失 为依法清算 以虚假清算报告 骗取 注销登记 那么该赔偿要赔偿 好 内部清场责任 外部可能承担了连带责任 内部是过错大小分担 了解 清算义务人 我们在21年时 给大家考过的 那股份有限公司是 董事和控股股东 有限责任公司是 股东 注意区别 好 由义务组织 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的 那我们讲 董事和控股股东 20年的题目 连续考 好 清算组的问题 那清算组 首先自行清算是 解散事由出现至 15日内成立清算组 有限责任公司的 清算组是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 清算组是董事 或者是股东 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 待遇清算 公司解散 预期不成立清算组 成立清算组 故意拖延清算 一债权人 二股东 三董事 四其他厉害关系人 都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指定清算组清算 那指定清算组 可以找股东 董监高来担任 清算组成员 也可以找中介机构 及其人员 来担任清算组成员 好 那组织清算 我们人民法院 指定清算的 要求是六个月内完成 有特殊情况的 可以申请延长 清算组的职权 1234567 我就不念了 您自己看 但这个点 的确我们可以考 多项选择题 一 清理公司财产 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 和财产清单 清算组职权 处理公司 清偿债务后的 剩余财产 通知公告债权 都算ABCD 好 那么清算程序这里 今年在清算程序 这一部分 是有调整和新增的 通知公告债权 大家看 10天内通知 60天内公告 前面我们有一道题 在 合并分立增资减资里 涉及到60天 对不对 那个地方是10天内通知 3天内公告 清算是60天内公告 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司系统去发布这个公告 好 债权申报是30天45天 这跟前面一样 那么清算之后 出清算方案要确认 股东会股东大会确认 指定清算的是人民法院确认 未经确认的方案 清算组是不能执行的 如果瞎执行 未来有损失要赔偿损失 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 大家注意 首先不看约定 其次不认施脚 直接就是按 持有的股份比例 或者是出资比例 不认约定 这第一 第二 已经到清算阶段了 还没有交进来的财产 一定要交进来 所以不谈施脚 都应该已经施脚了 所以就是出资比例 持股比例 跟我们的分红权区别 分红权是有约定案约定 有规定案规定 否则就是 持脚出资比例 或持有的股份比例 对吧 跟我们优先认奖权区别 优先认奖权 有限责任公司 有约定案约定 没有约定案持脚比例 股份有限公司 是要看股东大会决议 有没有优先认奖权的 这三权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分红权 增资的优先认奖权 要做对比 好 注销登记 清算结束 30天内注销登记 然后我们还是要重点 关注一下 简易注销 这个我前面在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给大家讲过 可以出文字型的小题目 主要是反方向记忆 如果是需要经过批准之后 才能注销的 被调照 责令关闭 或者 绰销的 列入异常经营目录的 不适用 简易注销程序 被裁定 强制清算 或者宣告破产的 这个是 持人民法院的裁定 就可以直接办理注销 比简易程序还简易 简易程序 毕竟我要公事20天 无人意义才能注销 对不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简易注销的条件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反向记忆 这个不是用简易注销 这个直接 持裁定注销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 公司法律制度的最后一个单元 就给大家谈到这里 这个单元确实内容比较无趣 可以最后再回来背 现在最主要是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四个特殊点 这个要吸收 另外呢 就是要区分法定合并 和那四个可以达到 吸收合并效果的并购手段 以现金购买资产 以股份购买资产 以股份购买股份 以现金购买股份 主要是这两个点 解散清算里头 包括说简易注销的问题 今年可以考小题目 回头后续 结合串奖班来 即都来得及 这两个点先把握好就行 咱们第六章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那么第六章结束之后 要求大家及时把握的重要的内容 要去加强巩固记忆 因为后面我们会不停提到 然后你在不停提到的过程中 会加深印象 如果听完就放下 回头可能一看 全都是荒的 基础帮又得通信一遍 就麻烦了 好 第六章 我们就给大家谈这么多 谢谢大家